童星出身的38岁杨佩杰 2021年跟圈外男友登记结婚 他与男友孙先生交往5个月闪婚 不料是隔3年宣布离婚 与母亲节前夕发文与妈妈喊话 经纪人也证实结婚一年 就发现个性不合分居 今年初已完成离婚手续 贝杰 贝杰今年20岁 好像到了国二以后 就没有再长高了 就差不多国二长完这样 你怎么香水那么香啊 现在是小女人 以前是安达又死 台湾版 看下她小时候 其实我是靠她红的 多可爱 你看好可爱好可爱 吓死了那女人 超级可爱 甜美的笑容 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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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是我们第一部 就一起拍的第一世家 第一世家 十一爸爸 十一 对 那你是演我妹妹对不对 嗯 对啦 对 那你年几岁啊 是吗 我 我也二十几岁啊 因为我们不同的妈妈 对 是同父异母 所以年龄上有一个落实 然后对 对 佩杰是爸爸在外面的 小老婆生的女儿 那爸爸是前的门是吗 另外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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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珍爱一世情的 珍爱一世情 因为我不吃青菜 千叶爷就为我吃 是 你看她那时候那个样子 你看这个样子 你在看这个样子 对 对 黄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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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不知道好好拍照 妈妈已经按了八十一大张 然后她都一直这样 特意我 不然就做快感情 真的 唯一异常正常的 你看这一种好可爱 然后这个厉害 那哪有 另外一个是你吗 不是 哪一个 不是 哪有更胖 来 我们看看 这什么 哪有更胖 等一下 这更胖 有更喔 接下来大家仔细看这个 青色的蓬蓬 好青色 青苹果蓬蓬 青苹果 都是我啊 都是我啊 对啊 不是 这个你还暗恋我 那个戏有没有 你暗恋我 你句话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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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还暗恋我 那个戏有没有 你暗恋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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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把她讲 我会暗恋你的戏 所以你以为我长大是凤叔姐姐啊 而且你是我唯一一个就是 年纪大的朋友喔 同心的时候还是朋友喔 我没有一个年纪大的朋友 因为你会说我就是 射飞机啊 在那个 现场 华士的那个 就化妆 是射飞机还是打飞机 射飞机 喂 喂 你还打啊 好 来 这一张是她 这个是比较年纪 这个就比较最近的作品 杀人计划 也没有最近啦 两年了 好 我们来看看她的VCR好不好 来 请看 这样小小年纪的懂得什么车呢 经由我的研究 发现除了原有的漂亮外型 和宽敞空间 95Telstar 有一百多项的改变 跟以前大大不同 人调和隔音也改善了 还有一个大消息 95Telstar 增加了驾驶座 安全气囊 提供更安全的保障 这是我女儿 我呢 领先推出下吹智朗气 很省电 很安静 最受欢迎的双胞胎 非常省电 非常安静 一通便平式三胞胎 更省电 更安静 省电有一套 安静更有一套 你很厉害耶 你小时候怎么可以 这么小台词就这么多 对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 还蛮能背台词的 她记词真的很厉害 真的吗 我记得有些小时候跟她拍戏 上爆 那还上爆了 那一场戏刚好有记者来 然后呢 结果我跟她 然后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 结果那一场戏我一直N机 然后她都没有N机 那你跟她在那位置 对 你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把影帝讲座给人家 那感觉也很厚 所以你画起来了 对啊 那是真的很厉害 记台词 印象中她还很少NG 而且那时候我们还讲台语 对不对 对啊 第一次家 对 你还在练那时候 可是那时候我每天的感情很好 因为最后我给你写那个 就是我们的杀青的时候 每个人写一段话给我 像毕业纪念证的那样的 然后你就告诉我 十年后要把它打开来再看 感觉会不一样 然后我前几天在翻啊 就看到那些友谊长存孙鹏 然后我想说 嗯 感觉真的不一样 对不对 还蛮不厌我的 哇 哇 就很厉害 你讲究竟话 最觉得印象深刻的 一样是就是孙鹏哥哥 我们一起拍的那个 又是你 因为我们之前玩泰封 那时候是 诶 徐亨哥哥骑摩托车 你要撞我 然后那时候不是 是人吗 不是 不是 你停在后面 我在后面 嗯 然后他骑 但是我觉得也太夸张了 怎么以前的戏会这样搞 就是小朋友被摩托车 这样撞到 怎么可能整个人 他就把我这样抬起来 然后这样飞一个 射出去 对 射出去 然后另外那边的人要接 然后 然后倒了 你还抱我起来玩 可是我觉得我很讨厌 童星这个字眼 我也讨厌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超讨厌的 我小时候有一个男生 因为没关系 他叫陈明星 他们就编了一个童谣 就说 童星很花心 喜欢陈明星 然后就这样 这样 我不懂这样念多久 就是他 到了六年级之后 还是可以听得到 童星 而且连一年级的学弟妹都会念 然后就会有这些 要拿童星来讲什么什么的 童星大学 有什么量的女生 其实就是大家都比较知道 就是蔡依林 但因为 也就是因为说蔡依林在辅大 她英文系的 所以大家 我觉得大家投注的眼光 好像就是辅大的女生 英文都很好 那请问你学什么大学 你是考古 我是哲学系 哲学 好厉害... 那有在念老子的书吗 有 就是中国西洋都有 所以我们就跟... 奥修里面也有念吗 有 你看 我们好厉害喔 真的吗 你现场可不可以给我们三个 来哲学一下 开试 开试 开试一下 真的 哲学不是这样吗 哲学不是神学 好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说出一句 很哲学的那种感觉的话 很哲学感觉的话 我自己会比较赞成像柏拉图 我觉得靈魂跟肉体是分开的 所以在看男生挑男朋友来讲 我觉得靈魂是要分开看 真的 直接还要求咧 他能懂我的意思啊 因为他是哲学系的啊 那我也能... 你从开试都一直听着他 我就觉得有问题 各位观众 那个绿昌颖讲你的话 肯定就算了吧 在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比较有名的就是 徐伟宁要进来的时候 很有名 徐伟宁 还有什么了 他怎么了 就网路上造成轰动 大家一直讨论 要进你们学校之前 对 就已经造成轰动 为什么 他考上了 然后大家知道就很高兴 男生都很高兴 是从那个媒体上面知道 他要准备进你们学校 对 然后就很开心 很高兴 为什么呢 就有很多 就像他们这样的人 对 高兴 既然如果你讲到很涩男生 那我们就问这两个狗东西 请问狗东西 你们认为哪个大学的女孩子最正 我觉得是福大 福大 同意 请问在福大 福大你找漂亮的女生 你不用一个系一个系去找 是怎么样 一个班一个班就有很多了 对 所以说在福大您的记录是 什么东西啊 还要问到个人 个人的 personal的记录就对了 总要教过你才有资格讲 对啊 我有教过哲学系的女朋友 对 他一天到晚跟你哲学吗 他一天到晚哲学 真的 对 而且他 他为什么要叫哲学 因为灵魂跟肉体 他们能懂我 好 没有 他们会写很多笔记 然后这笔记是一本一本 每一本都是字 密密麻麻的 真的用功 很用功在念书 但是那些字是 虽然都是中文 但是 拼做起来看不懂在写着什么 哲学 对 哲学 把事情有点复杂化了 对 一件简单的事情 他可能可以写出两张A4这样子 好 是 那那个后面那个 你觉得也是福大 福大 其实上节目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他讲福大 我们不会讲别的学校 但是我是 我就是有这样的 我不像他是那种 文州州什么写在上面 我是碰到那种 体育系的 不是 体育系 外文系 福大外文系的 真的都是美女 而且 福大外文系基本上都是女生 没有男生 等一下 你们早上是十点多 你们是几点聚集 美女几点在聚集 女生其实 比较晚起来 可能大概中午吧 中午 这有合理的设计 这有设计 我们是夜宣布的 然后我们夜宵 常常看日宵的是气质型 然后夜宵又是另外 好像比较 十八妹 什么东西 就是十八妹就比较 比较常去十八的 对 真的没有被讲清楚 说得比较厉害 比较厉害 真的没有光纸 现在变形容词啦 十八妹 十八妹 大家都会讲十八妹就是 常去夜店的那种的 光荣 真的光荣嘛 已经变成形容词 妈 我开业劣 开成形容词了 对啊 对啊 人家109辣妹 现在有十八妹 晚上女生就比较会打扮 更会打扮了 对 没有我们报给康哥 就两种类型的 杨沛杰小姐 我其实在国中之前呢 都跟她一样 就是 一定要就是 一定是爸妈接送 或者是 学校老师接送 就是不能自己 就是有自己落单的时候 对啊 我妈会请老师 带我回家 你妈是家长会会长 不是 没有 因为她 佩杰小时候 很有名的同学 对啊 其实我妈是怕 被绑架 然后报纸又会乱写一些 我什么在哪 自残自残的 所以她就 不准我落单 然后我以前 国中念书的时候 我还 因为我要念 某一个国中 然后我的表姐弟 就跟我差半年 跟一岁 都要陪我念那一间国中 因为在学校 他们就像我的保镖一样 对 她到高中也都像有保镖啊 因为我们同校 那你 现在住外面吗 还是 现在住外面 终于住外面 你几岁开始住外面 三十 那很晚 对啊 那你闷很久 闷超久的 而且 跟你差不多 你刚 你干嘛 讲你自己的事啊 好在啊 就是每天都是很晚回家 对啊 因为以前就是都被关 小中买房子 要买 楼下有两间 POP以上的她才买 真的 我家附近很多 我觉得会有一段时间 真的会觉得 急速的想要脱离 就是因为每天 跟她黏在一起拍戏 除了我在学校的时间以外 我每一秒都跟我妈在一起 真的 那时候拍戏 那时候 佩姐拍到三更半夜 她妈妈就是也不睡 她不睡 她妈也不睡 那你这样 你这样之前 哪有空档交男朋友啊 没有啊 然后所以就会 之前是真的也没什么想交 可能 我妈也不让我打开这个想法 是 所以一直到大学 高中就有交 你不要一直看着我 高中就有交 对 然后就是因为高中交了男朋友 可是我们进高中就是10点 跟艾雅一样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 我大概10点05 还是回家而已 然后我妈跟我哥就打给我 就说 你爸说要把你腿打断 然后他说 顺便把那个男生带来 也一起打断 然后回家都很开心 嘿 你怎么把他打断 OK 没有 然后后来我就 五分钟哦 五分钟以内我记得 才五分钟而已 对啊 太严格了吧 对 然后而且我爸根本 不见到我男朋友的 我记得他就是 我会请男朋友到家吃饭或什么 我爸就是在房间也不出来 对 然后穿上这个 我太脸胖了 你那不是皮肤是刺青吧 不是 是肺的 不是啦 我有两个刺青 你也有刺青 对 我守着这个 但是因为我两个都是纪念我爸的 所以我 我基本上也是算叛逆 但是我会 掩饰 我会去说服他们 OK 比如说我刺青的那一天 我记得 因为我听 我听过我妈威胁过我很多次 就是她说如果刺青的话 就 然后我在刺青的时候 我就是 第一个是因为在这里 她还可以看不到 那第二个这个 其实很容易秀一拉就看到 然后我第二个刺青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讲说 我一进家门就站在那个阳台 看着我妈跟我哥 我还没进去 因为我怕她真的不让我进去 然后我就说了一段 我觉得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然后让她 我看到她们两个都已经 就是 流眼泪了 我才进去 你哥也流眼泪 我哥也哭了 对 他哥不准刺 为什么你可以 我没有揪我 我找到了 我那个龙的图都画好了 你妈妈随时在你身边 对啊 对啊 可是她也是会 就是大一点的时候 她也是会管一些 比如说 我每一个朋友的电话 都要给她 因为如果找不到我的话 她会找我朋友 你现在后来拍戏接通告 妈妈还会赔吗 没有 现在都没了 现在管不动了 所以后来就交到男朋友了 就管不动了 就交到男朋友了 老了吗 对 因为国小的时候常 就是拍戏 然后没有 没有时间 就是要跟上学校的进度 写作业 教作业 那有一次呢 其实我前一天拍戏 我完全忘了说 我隔天要交一份作业 然后我就到班上之后 那一天好死不死 全班就我一个人没交 老师就说 杨卉杰 你为什么没有交作业 那我也不知道 我哪来的idea 我就跟老师说 哦 课本就被火烧了 然后老师当然不相信啊 可是我觉得 那时候也还小 又常常读剧本 你就觉得什么事 都有可能发生 我要把它合理化 然后结果老师就说 他说怎么会被火烧 你在编故事啊什么 我说没有啊 就是小朋友玩一玩 就把它烧掉了这样 然后老师就很生气 他就觉得说 他已经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了 我仍旧跟他讲说 我的课本就是被火烧掉 熟成人 对 然后他就很生气 就呼了我一巴掌 我第一次被打 真的哦 活该 对 因为一开始全班其实是在笑说 笑怎么会想到被火烧这件事 我不知道 然后我本来其实我在ray通告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讲那件事 因为我觉得好丢脸哦 因为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服 甚至连我自己 后来我就只是觉得说 算了啦 其实讲了大家也笑一笑 然后其实 我觉得真的在任何电影里啊 或什么剧情啊 都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就把它合理化了 来 杨小姐 因为我从小就是都骗不过我妈 其实也就是骗不过我身边的任何人 然后有一次我想说才刚谈恋爱嘛 初恋 去跟男朋友就是想说 来试一下种草莓好了 但种草莓大多数不都这些位置而已吗 我就种了一个在脖子上 然后回家我也没想到 想到说我妈会问这件事 因为我想说就速速进房间这样 结果一回家之后 我妈刚好要出来倒垃圾来干嘛 然后她就看到我 她就说 你脖子上那是什么东西啊 然后我就说 撞到柱子 然后就凯快删了 柱子 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在房间里面想说 我这样讲是不是有点夸张 然后 你说谎都不打草稿 对 说被蚊子咬抓到 我不打草稿 我也不知道 我就说 后来我妈就 到了那时进来敲我们 她就说 杨贵姐你出来一下 然后我就说 然后出去之后 我就当然是遮着在跟她聊天 她就说 你当我没有年轻过 柱子怎么样撞会撞到那里 你跟我讲 可以 然后就觉得超丢脸的 后来我就说 跟你讲真的撞到吗 反正我就是不想要否认 然后我就说 就是撞到 你不要再问我了 然后我进房间 我回房间之后 我就开始演练说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柱子撞到这里 我就一直在那边视角 就想说 这谎真的太扯了 朋友比你会骗的吗 哦有 我有一个朋友呢 因为她就是惯性的偷吃 就是她 她就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人 她其实是女生 她其实是 怎么叫其实是女生 因为她也交女朋友 对对 然后她就是习惯性都会交有 小五小六小三 就是任何她就 她一次都是 我吓我一跳 就习惯性教小五小六的 有没有人 我讲 对啊 小五小六你也去懂 小三小四小五小六 对因为她的数字太庞大了 然后她就习惯都叫我 然后有一天她就在跟我们聊天 然后看一下她说 她说 诶我教这么多的 从来都没有人怀疑过她什么的 然后我们说真的吗 我说都没有人暗示说 你你你 为什么跟你出去 因为她跟这些女生出去的时候 她手机从来没有想过 然后她有女朋友问她说 那你手机为什么从来都没想过 你没有朋友会找你吗 或你爸妈之类什么的 她就说没有啊 而且她也是习惯 会把那个通话记录 删得很干净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 然后我会是 因为我说我强迫症 我就不想看到那些 然后她也是这样子 去跟她的女朋友讲 说因为她就是习惯要清得很干净 然后后来她就很得意地跟我们讲说 为什么她手机都是在那时候都不会响 所有的女朋友也都没有怀疑过说 手机不会想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永远都是打电话 都是等她回电 因为她打出去都是收不到讯号 这很强啊 现在是不是就想弄飞航了 是不是 没有 怎么可能 就是静音 我没看到 你弄飞航太过分了 我哪有机长天天在飞 机长 飞飞 就是静音 来 请咖喽 哈哈哈 哈哈